小美和飞天大鲸鱼 闯阳在绿色的道海中 蜻蜓在蓝天下自由遨游 这里是云林西罗著名的打卡热点 皮头绘本公园 五年来游客人潮不对 而公园的环境都维持得相当好 全是因为有一群年龄超过65岁的志工 心情的维护 有的志工默默付出10年甚至20年了 无论刮风下雨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 竹草 整地 搬东西 大小事都一手包败 又让社区获得不少奖效 包括2018 2020年云林县 建筑原野角 社区PK赛等 可是维护才是重要 一无来20年 每一年的进步 都是你们的血汗要付出 每一个景点 包括我们的会本公园 我们的发呆亭 我们每一个景点 你们每天付出的那么多的时间 精神 体力 真的 无怨无悔 而且20年如一日 我动作跟这习惯的娱乐 这么多热呢 没啦 热我们就要休息了 做了那么多种 你会很高兴吗 当然是高兴啦 就是我们不是要 一直要做种的啦 我不是为了做种的做好 为了我身体健康 为了我的 那个施展的空间 比较无聊啦 不然就要做老人出带了 志工们低着头 玩着腰默默的工作着 一大早就汗流浃背 除了会本公园 他们还会帮社区 无人住的大宅院打扫 老人家们说 只要主人愿意常回来 游客也喜欢来就好了 胡思布出的精神 让人相当感动 新唐亚特电视 廖立芬 台湾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